中共财长重磅发声 股民哀嚎遇到渣男 全民靠脚投台湾 朝鲜获派志愿军到乌克兰战场 与正义为敌 在绝望当中寻找希望 古巴难民的悲剧 对赖清德双十演说不满 北京威胁对台湾采取制裁 一个时代的终结 上海关亭唯一外语频道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个药文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日 在今天的新闻节目开始之前 先跟您分享一下 70岁的香港刘先生 服用健康520三高代谢保持后的 意外收获 刘先生原本因为三高问题 开始服用三高代谢保 结果不仅血糖稳定在6到6.12之间 还意外的成功减重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我的工友和同事朋友 我们见到我们 九个月之后 减了10公斤 20几磅 我们觉得奇怪了 为什么你要吃什么减肥药 我以往就吃过五色零食 我又吃过黑醋 都没有效果的 做这种东西之后 OK的就行的 它是好过你吃一身品 最大功能就是因为我 这么短时间减了10公斤 除了样子是臭一点之外 是很精神很山满 功效不能够做的 必然之间就是不能够做的 刘先生还提到 从九个月之前 警察所有的失忆 任何人都不吃 很精神的 效果非常之好 讲都没有人信 这是自信之意的 再讲一段的话 我帮你买广告 我感觉到 那个灰鴿 就已经前前退了 那个灰色的 开始还原了 香港的脚 就肯定臭味都没有了 我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约来自己的 刘先生的身体 能有如此多的改善 正是因为 三高代谢宝的独家配方 它能够全方位的调节身体机能 平衡阴阳 激发人体的自我疗愈能力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种 纯天然的健康方案 三高代谢宝 就是您的最佳选择 想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请访问健康520网站 好的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0月12号 中共财政部长蓝福安和三位副部长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向中外媒体发布一系列的财政调节措施 在这场长达一个小时的 备受期待的发布会当中 财政部最核心的字眼就是赤字 举债空间和为地方政府划债 却没有提到老百姓最关心的 重返股市的方案细节 因此股民们被显失望 金融专家直言 习近平是把所有中国人的身家性命 放在了堵桌上 更是引发了台湾早年策反 中共军人的视频爆红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蓝福安大宋举债礼包 他说今年的财政赤字上限 是4.06万亿元人民币 新增地方专债上限是3.9万亿元人民币 比去年增加了1800亿和1000亿的规模 而对于地方划债 中央在去年地方债限额基础之上 今年又安排了1.2万亿的额度 为了帮助高风险地区化解债务风险 和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等 蓝福安强调 财政部仍然在研究其他的政策工具 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 和赤字提升空间 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 财政部公布的举债的政策 说白了就是通过扩大发债 来化解地方债务的风险 地方政府如果实在撑不过去 可以找中央去借钱 然后补充国有资本 稳定房市和保民生 怎么解决呢 一方面就是印钞 另外一方面就是地方政府拿钱去买房子买地 来稳定金融风险和经济崩盘的局面 据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的刺激政策令投资者失望 此前彭博报道称 中国正考虑向中国最大的国有银行 注入高达1万亿元人民币的资本 而这次新闻发布会 没有透露任何具体细节 另外中国股市本周连续三天走跌之后 中国的股民一直期望 中共财政部能够再出台2万 等10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对策 让下周股市有大幅度的反转 唐靖远表示 这次蓝佛安出来呢 其实跟消费补贴 消费刺激可以说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大家都可以看到官方媒体列出 蓝佛安讲的几个要点 而这些要点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内容中只要是涉及到中央债务 地方政府债务 烂尾的债务 数额呢都是以万亿计的 反过来凡是涉及到民生的 比如说失业的 医疗的补助等等 都是只是百亿计的 如果说分摊到全年人均 也就是几十块钱 几百块钱 所以呢中共的政策的主要目的呢 它是救官的 救地方政府的 而不是救民的 一句话说白了 就是股民关系的是什么时候可以结婚 而官方回答说 啊我是爱你的 这就是妥妥的渣男的行为 美国之音报道说 金融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股民对财爷的期待过高 动辄敲碗放水 数万亿的救世胃口 只会催生股市泡沫风牛 中国金融学者贺江斌 在接受采访时分析 中共当局不准对经济下行的 病根对症下药 出台的一揽子刺激计划 只能解决资金流动性的问题 或者是刺激股市 无助于经济复苏 换言之 央妈和财爹开错药吃越多 中国经济病得就越严重 为了挽救低迷的股市及防市 习近平当局9月下旬期 推出了一系列的刺激政策 中国股市随后出现了一波投资性的暴涨 但是11过后连续的暴跌 一度失守3200点关口 这让中国的股民惶恐不安 有分析指出 A股从这波的高点暴跌17% 开始吃人了 这就是压垮中国的最后那根稻草 有财经专家更是直言 习近平将所有中国人的身家性命 放上了堵桌 由于中国经济低迷 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艰难 近日社交媒体上出现了早年 台湾金门守军策反大陆军人的视频 引发了网友们的共鸣 中国网民们纷纷表示 再这样下去 大家都愿意投诚台湾 视频显示的是 台湾金门守军向大陆军人广播喊话内容是 共军兄弟们目前在中国大陆 约有2000万人无法安排工作 凡是嫁机或者是策动起义的人 依照下面的标准发给奖金 轰六行 奖黄金8000两 这段视频一发出 没想到在网络上引发热传 发布不久就有3.7万个点赞 1.6万次转发 留言超过了4000条 许多中国大陆的网友留言说 你说少了 现在最少是2亿人没有工作了 现在不用策法了 开放签证 大家就自己都过去了 韩国和乌克兰官员本周表示 朝鲜士兵正在地面上支援俄罗斯军队 其中一些士兵可能已经死亡或者是受伤 这引发了人们对于平港和莫斯科之间军事合作 是否进入新阶段的质疑 华盛顿邮报报道称 韩国和乌克兰官员称 朝鲜军队在乌克兰境内支持俄罗斯 金正恩已经承诺 全力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抗乌克兰 首尔和基辅表示 金正恩现在正通过派遣军事人员来表达自己的支持 一名乌克兰军事情报官员匿名透露 数千名朝鲜步兵目前正在俄罗斯接受训练 并可能在今年年底前被部署到乌克兰前线 这名官员称 朝鲜军官已经抵达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境内 观察俄罗斯军队并且研究战场 但是基辅还没有看到任何朝鲜部队参与战斗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近年夏天签署了共同防御协议 金正恩承诺全力支持普京对抗乌克兰 这一协议凸显了自2022年初 普京入侵乌克兰以来 这两个受到西方严厉制裁的国家的领导人 如何深化伙伴关系 乌克兰声称 平壤派遣军事人员监督朝鲜弹药和弹道导弹的使用 其中一些人在火线上丧生 乌克兰军方援引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称 另外有三名朝鲜人受伤 朝鲜人是来前线交流经验的 乌克兰军方官员证实 10月3日乌克兰导弹袭击 导致朝鲜军官身亡 乌克兰军方的官员证实 10月3日乌克兰导弹袭击 导致朝鲜军官死亡 这些军官没有直接参与战斗 但是他们是已经编入俄罗斯军队的军事人员 为了逃离共产主义的极权统治 28岁的刚萨莱斯两年之前 乘坐自治的小船从古巴逃往美国 之后也失去了联系 刚萨莱斯的母亲鲁伊斯每天醒来 心里都怀着期待 希望能再次听到儿子的消息 在古巴的一个小镇 鲁伊斯每天清晨起来 心里都怀着一丝希望 期待今天能够再次听到 他唯一的儿子的消息 自从2022年的12月份 他的儿子和28位朋友及家人 乘坐自治的小船 逃往美国佛罗里达之后 就再也没有音讯 当萨莱斯的母亲鲁伊斯表示 我不认为真的发生了传难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悲剧 因为我们既没有得到好消息 也没有得到坏消息 为了摆脱共产极权主义 自2020年以来 逃离古巴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0万 大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社会学家指出 这样的移民潮是非战争的情况之下 极为特殊的 高萨莱斯的母亲鲁伊斯表示 因为他们渴望帮助家庭和下一代 追求更好的生活 在加深的经济危机当中 古巴政府仍旧强化法规 钳制私营企业发展 新年年初古巴官方 一美元兑换25古巴比锁的汇率 但是在黑石上已经贬制为 一美元兑换350比锁 官方资料显示 2023年通胀率为31% 但是百姓的工资却停滞不前 虽然奔向自由的路程 只有90多英里 但是隐藏的风险却是不可估量的 佛罗里达海峡以其强劲的洋流 险恶的天气和鲨鱼出没而闻名 是全球五个最危险的移民通道之一 当萨莱斯的母亲鲁伊斯表示 自从他们离开以来 我一直相信他们还活着 他们并没有死 望眼欲穿的母亲泪眼朦胧 依然坐在岸边久久不愿离去 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 更是让人不禁深思 生活在共产极权国家的人们 所面临的苦难与艰辛 综合国际媒体12号的报道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官网 发言人表示 自去年12月15号 商务部发布公告 认定台湾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 构成贸易壁垒以来 民进党当局没有采取任何的实际措施 取消对大陆的贸易限制 10月10号 台湾举行双十国庆典礼 台湾的总统赖清德 在演说中重申 中华民国已经在 台蓬金马落地生根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 无权代表台湾 赖清德在国庆演说当中表示 期盼中国和台湾一起承担国际责任 维护区域安全 此举引起了北京的强烈愤慨与反弹 北京对此立即作出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赖清德的讲话蓄意割裂 两岸历史连结 变花样贩卖台独谬论 他还说谋独挑衅是死路一条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周六也表示 对有关部门正依据对台贸易壁垒调查结论 研究采取进一步措施 表示强烈支持 他还指民进党破坏两岸协商的政治基础 并且说造成这一局面责任完全在台湾方面 陆委会在星期六晚间发表的声明中指出 北京当局的说法坐实了其对台一连串经贸施压措施 是将经济当成政治武器 胁迫台湾屈从其政治主张 完全无助于解决问题 陆委会呼吁北京当局尊重中华民国存在的客观事实 并且从这一客观事实出发 务实处理两岸经贸等方面的分歧 只有这样 两岸才有进行良性互动与建设性对话的可能 陆委会的声明说 经济胁迫只会引发台湾人民的反感 使两岸距离越来越远 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和印记 始于2008年 始于2024年 上海广播电视台近日宣布 将会有序的关停四个电视频道 虽然在对外发布的资讯当中 没有点出这四个频道的名字 但是有细心的人发现 还有四套广播频道 不过其中最让大家一难屏的还是上海败运频道 上海败运频道开播于2008年 就是局势瞩目的奥运盛会举办的那一年 开播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服务2010年上海市博会 这是继北京奥运会之后 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大型的国际盛会 那些年中国盛世喜事不断 占据了国际舞台的中央 中外互动频繁 国际宾棚营门 上海外语频道的开播 用当时的官方话来说 就是体现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型大都市 所应有的开放意识和服务意识 而这次的停播让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曲伟国教授心里不由哀怨 偌大的上海 号称改革开放的视窗 竟然容不下一个外语频道 2008年的1月1号上午7点 上海外语频道整点开播 作为行业天花板的存在 上海外语频道为什么要关停呢 官方解释也只提到了笑意两个字 但是眼下国内电视台的笑意普遍不乐观 广告收入是电视台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经济好的时候 企业就愿意花钱打广告做宣传 但是现在经济这个样子 还有多少企业愿意上电视打广告呢 电视就和曾经的广播和报纸一样 被扔进了历史的固执堆里吃灰去了 英语无用论的声音怕是又要响起来了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 越是这样越要学好外语 有条件多学几门 懂的都懂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 请您记得点赞订阅 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